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对 8月8号爸爸节 所以如果你在我们中间 你是做父亲 做祖父母 祖父的 各位请你现在举起手来摇摇你的手 我们谢谢你 这个家里面的爸爸是非常重要的 爸爸是overworked underappreciate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祝福我们的这些爸爸们 他们很辛苦 男人男人嘛 很困难的人 你也知道吗 当一个人活得越久 他的故事越多 所以如果你去问家中的一些长辈 好比爸爸 祖父母 祖父 爷爷 你会发现他们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也是一连串的故事来组成的吗 有时候这故事带给我们喜乐欢笑 但是有时候这些故事也带给我们悲伤和泪水 但是不管环境如何 神总是对我们有一个美好平安的旨意 让我们来看一出的经文 耶利米书29章11节 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祖父母 耶和华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似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阿们 谢谢 这些经文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祂对我们有一个什么 美好的旨意 很多人会想 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 其实不仅基督徒会问 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问不是吗 不信主的人他们会去求神问谱 会去庙里求千诗 会用各种的方式想要来了解 所谓他们的神明的一些的旨意 而基督徒也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 在他们的求学上 在他们的感情上 常常就是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啊 你要我去A公司呢 还是要我去B公司 你要我的孩子或是我自己 要上这个学校呢 还是那个学校 我们常常心里面想的就说 哎呀 如果神你跟我说话 你将你的旨意告诉我 那我就知道怎么样做决定了嘛 然后这个决定呢 有神罩着就不用害怕了 一切就会一凡风损 常常我们想知道的 神的旨意到底是 是我的还是神的旨意呢 是不是我们的祈求说 神你的旨意 其实是神 好像是说 要神帮我们完成 我们心里面所喜爱的 让我们所选择这条路 对我们来讲 就是最顺利的 最好的 最一凡风顺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 祷告祷告了 可能有的时候 事情不那么如人愿 我们就会埋怨 很容易失去信心 觉得神都不听祷告 我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 事实上事无大小 都应该要来寻求神的旨意 阿们 但重点是 我们选择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神呢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如果是为了神 不管神最后带领你去哪里 这都有神的美意 其实神的旨意很清楚 就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都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来了解 明白神的旨意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亲身去体验它 就好像有人说 潜水很好玩 你可以看到好多的鱼 你可以看到水底下的世界 可是如果你对一个生长在内陆 从来没有看过海的人这么说 他一定很难体会 除非这个人有一天有这个机会了 他亲自去潜水 他才了解原来潜水这么好玩 海中的生物是这么样的美丽 那个珊瑚是这么样的好 神的旨意也是如此 之所以你觉得神的旨意很难懂 很难明白 往往就是在于我们没有亲自去体验神的旨意 但其实你是可以体验神的旨意的 请跟旁边人说 你可以体验神的旨意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察验神的旨意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从圣经 可以从聆听圣灵的声音 可以从属灵的教训 倾听先知的讲论 或是环境的印证等等 但是往往这一切即使都成就了 如果你没有去行 你没有亲身去体验的话 那么神的旨意对你而言 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思维的层次里面 都不是具体的经验 查验神的旨意是明白 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而体验神的旨意呢 则是经历到神的旨意 在你身上的成就 罗亚 他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毁灭当时的罪人 要来拯救一人 但只等到洪水来临之后 他才体验到神的旨意 成就在他身上 约瑟 他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立他为领袖 但知道他做宰将之后 他才体验到神的旨意 成就在他身上 约瑟 他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他攻取迦南地 但知道他攻克耶利哥城 他才体验到神的旨意 成就在他的身上 在《单一礼书》当中 也描述了他的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 他们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里面 遭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他立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金像 在那里 命令所有的人向那个金像跪拜 而如果不跪拜的人怎么样呢 就会被丢到火炉里面去 活活的烧死 但耶利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说 即便如此 这三个朋友向王来回答 他说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这三个代理的朋友是何等的勇气 何等的有决心 像王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 但是在十八节他说 即或不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确定 他们也不晓得神是否会在火炉当中来拯救他们 神是否也会在危难当中来拯救他们 他们知道神的心意 可是他们现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那个亲身的经历 没有那个亲身的体验 只等到 当他们经历到 神在烈火中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才真正的体验到神的旨意 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体验到神的旨意呢 就是去遵循神的旨意 请跟你旁边说 去做就对了 你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 你要体验神的旨意 就是去做神的旨意 而神让我们体验祂旨意的方法呢 就是要我们按照祂的旨意来去行 太多时候 人自我的设限 使我们无法体验到神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的身上 你是否发现 当人年轻的时候 跟人有点年纪的时候 他们想法 他们选择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他做决定很自在 他不用想很多 今天要去哪里 开车就走了 但当人拥有的财富和经验 越来越多的时候 反而越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 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有这样子的一节经文 他说 没有人喝了成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成得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成酒比较好呢 因为习惯了 他喝的都是这个 他不愿意尝新的东西 因为习惯了 因为在舒适圈里面待久了 他不愿意来做改变 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 去体验新的酒 体验那新的恩高 新的作为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动 我们没有作为 我们将体验不到神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想要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旨意 你就必须要把你的脚 给踏出去 就如以色列人 他们在过越旦河的时候 我们看见是那个祭司 先把他们的脚 踏入在那个河水 战过两岸的约河当中的时候 那个河水才为他们而分开 你想要来体验神的工作 你想要来体验神的旨意 你就必须要去做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弟兄们 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为什么在 刚才念的经文当中 把身体献上 要放在查验神的旨意之前呢 那是因为神要我们用行动 来体验出神的旨意来嘛 体验神的旨意 就是从每天的行为 开始来做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就是不要屈从于这个世界的 教导 风俗 学说 而要活出神的旨意呢 就是你要亲自的 来按照神的旨意来行 来活 当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你就能够经历到 神所赐给你的平安 与满足 而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 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了 而我们不只要体验神的旨意 也要来信从神的旨意 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你可以信从神的旨意 信从神的旨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论外在的环境好坏 总是相信神对我的旨意 都是最美好的 阿们 不管环境如何 你要相信神对你的旨意 都是那个最美好的 今天我们的经文乃是从 耶利米书29章10到13节 那里节录出来的 这里的经文第十节 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接下来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私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处境 你仍然要相信 相信什么呢 第一 相信神 仍在你的环境中 来掌权 相信神 仍在你的环境中 来掌权 不管环境好与坏 神仍是那个掌权的主 阿们 疾病 财务 压力 人际关系 等等等等的困难 与挑战 这些都不是你的主 千万不要搞错了 这些都不是 你的主 你的主 仍然在你的环境当中 来掌权 阿们 在29章10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人回到此地 这里讲到了 神已经为以色列民族 为当时的犹大国 他规定的时间 他决定的一个时间 出于他的主权他决定了 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 他也决定了 那个方式和结果 就是神要选择 再次的眷顾你们 眷顾当时的以色列人 结果要带领他们 是回到他们的故土 以色列地 所以我们看见 在一整个事件当中 神仍然是掌权的主 不是他们的仇敌 巴比伦人 不是当时的那些假先知 不是其他的事情 而是神 他掌管的时间 他掌管的方法 他也掌管了最后的结果 而今天这位神也同样的 在你的环境当中 掌管了 你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间 过程 以及结果 神是同管万有一切的主宰 今天他也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环境当中来做主 他有权柄 平静风和海 他有权柄 为你来开道路 第二个相信 相信什么呢 相信神对你的旨意 是美善的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相信神对我的旨意 是美善的 耶利米苏29章11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四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 耶利米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呢 当时他的处境是好像 敌人大军压尽 城中绝了粮食 骨瘦如采 而不仅是外面有仇敌 有军兵 即将要夺取他们的耶路撒冷城 在里面的人民 仍然在那里抵挡着 先知耶利米 控告他 说他的坏话 把他关押在牢里 丢在水井里面 用巴掌 用手打他 用巴掌打他的脸 耶利米是 在这种内忧外患 各式各样的困难的一个光景当中 但是他仍然说 神 你有平安的旨意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四平安的意念 怎么能够来想象 神的旨意是好的呢 如果你是耶利米 如果你站在他的位置上 你能够看见神 对你这个人 或是对你的处境 还有什么好的吗 可以想象的一切糟糕的事情 全部都发生了 竟然还有什么可以好的 是可以让我盼望的吗 但是 要凭着信心 来相信 神至终 是有美好的旨意 人以为是不好的 甚至是那些负面的 一些环境 好比各样的灾难 不幸 疾病 贫穷等等 然而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要凭信心 相信 神对我们的旨意 还是美好的 在《创世纪50章》那里 记载了约瑟 和他兄弟的故事 当约瑟 他经历了一切的苦难之后 他这么样的 对他的兄弟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人的各式各样的软弱和罪恶 没有办法来阻挡神的质疑成就 世界各式各样的患难痛苦 没有办法来阻挡神美好的质疑 要成就在你的身上 第三个相信 要相信神会回应你的祷告 在耶利米书29章12到13节说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这是神对耶利米 以及当时的 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 你们在苦难当中 你们在患难当中 你们在逼迫当中 但是你们要呼求 你们要祷告 因为我耶和华神会应允你们 你们来寻求的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们寻见 今天有时候我们 接到熟悉的人 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讲一句哈喽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而你也会很热情的 来回应电话当中 跟你说话那个人 因为你熟悉这样的人的声音 这个和你打电话的人 是你心里面所喜欢的人 或是你亲近的人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 神所爱的人 而我们祷告的声音 对他来讲 是那个最甜蜜 最悦耳的声音 当我们痛苦 难过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向他来呼求 我们的神必定应允 也必定回应 就如在撒摩尔记下 二十二章第七节说 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也入了他的耳中 在不久以前 我的外祖父 以九十九岁的高龄去世了 他一生服侍主超过六十年 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传道人 甚至在他九十岁的时候 还一个月一次地在讲台上讲道 除着拐杖 走到讲台上 为主来宣讲话语 但是在我外祖父年轻的时候 就在一年多的时间 丧失了两个儿子 而这样的事情让他伤心痛苦欲绝 那时候他正在就读神学院 他几乎要放弃服侍神的这个道路 他每天以泪洗面 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 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 后来就有一天 他在神学院的那个山上散步的时候 他突然间看见山下的万家灯火 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说 你看到了吗 这山下有这么多的家庭 他们都还不认识我 你丧失了你的儿子 心中很难过 但是这一些失上的灵魂 我难道我的心里面不焦急 不难过吗 因此 我的外祖父 他继续坚持 走服侍神的一个道路 直到他归天下的日子 而我的外祖母呢 后来又再生了四个女儿 也就是我的阿姨了 他们也都结了婚 那中国俗话说什么 女婿是什么 半子嘛 半个儿子 所以他老人家就说 这个四个女婿呢 就是两个儿子 所以现在呢 他在地上有两个儿子 在天上呢 也有两个儿子 哈利路亚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纵使你现在不明白 你现在 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的旨意 总是那美好的 我们除了可以经历 信从神的旨意之外 我们也可以活出神的旨意 请跟你旁边 弟兄姐妹说 你可以活出神的旨意 在美国有个社会心理学家 叫马斯洛 他曾经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一个人体需求的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是有五个层次的 从下而上 是有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爱与归属的需要 尊严的需要 以及最上面的一个 自我实现的一个需要 在这样一个理论当中 他描述了 当一个人 呱呱坠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 对这五个需要 有一些的追求 而且根据这个马斯洛的理论 上一层的追求 是基于下一层的追求 满足的条件之下 也就是说 当你的生理的需求 得到温饱之后 你就会追求 那个安全的需求 再来就会追求 爱与归属的需求 再来追求 那个尊严的需求 而最后呢 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需求 当然这只是 他个人的一个理论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行在 神对你的命令当中的时候 那就是自我的实现 因为那个就是 当你找到自身的价值 找到你存在的目的 找到你的人生 终极目标的时候 活出神的旨意 就是自我的实现 保罗在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阿们 在这里保罗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是为基督而活 虽然就外表看起来 还是保罗 但是祂内在的生命 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他现在活的这一切 对他来讲 都不是那么样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活出神 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 一个人如果正常的话 都可能活到八十岁左右 但一个人的生活 生命的几十年的岁月里面 大概可以分作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受教育的阶段 从你开始学话 学说话 学走路 一直到你得到高的学历 或是你刚刚来学习的一些事情 第二个阶段 就是体验的阶段 你开始能够来 把你所学的东西 或是你一生 过去 从出生到你二三十岁的时候的 这些经验 这些学习的经验 慢慢慢慢地去应用 在你的工作上 你的家庭当中 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所以你之前的第一个阶段 是在学习累积你的技能 第二个阶段 就是开始来 让这些技能 放在一个实际的光景当中 来去使用它 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整合的阶段 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的技能 在人际关系的技能 在各式各样的技能 你开始把它给整合起来了 把这些技能 把这些体验 把这些知识 做一个整合了 而这个阶段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人 很成熟的一个阶段 再来慢慢地 就步入到第四个阶段 这第四个阶段 就是不朽 这样一个阶段 或是legacy 因为你接下来 你要做的事情 你说想的东西呢 不再是你过去所做的事情 因为它们都发生过了 不管人家说的再怎么都好 你都觉得 你这些对你来讲都不重要了 钱我也赚够了 各式各样的酸甜苦辣 我也都尝过了 这对我来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追求那个不朽 追求永恒 追求别人 怎么样来看待我这个人 我的价值是怎么样 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不关乎于你属世的报酬多少 也不在乎于人的看法 就是去活出一个精彩 丰富 有意义的生活 而你要活出这样一个神的旨意 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你就是必须要去做选择 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 那里保罗他又说 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这是在保罗生命的晚期的时候 他所说的事情 他对当时神问他的人 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我觉得这是保罗一句伟大的宣言 他忠于他的异象 他忠于神对他的呼召 他忠于走神的命定的道路 保罗是否有选择呢 他有很多的选择 他是出生在大树 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学城 他的父母都是有教养的人 从小让他受最好的一个教育 在一个最优渥的环境当中生长 他是生来就做罗马人的人 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要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 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知道 保罗出生是何等的良好 保罗后来成为一个 受人敬重的法利塞人 他过着富足 令人羡慕的生活 保罗可以当学者 当法利塞人一辈子 然后就死掉 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但这不是保罗的选择 保罗的选择是 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他选择活出神 在他身上的旨意 因此他成为一个 跨时代的一个神学家 宣教士 使徒 与牧者 这是保罗的选择 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有的时候你可能 会去扫墓 或是你在墓园里面 你会看见有些的墓碑 在墓碑上面你常常会看见 有生族年月日 出生什么时候 死亡是什么时候 而出生和死亡中间呢 有条横杠 这条横杠 可能是几天 几月 几年 或是几十年 但是生命的价值 不在乎它的长短 而在乎它的深度 在乎它的影响力 到底这个横杠当中 这一条横线当中 这个人对其他人的一生 对神的国度 带出什么样的影响力 与价值 完完全全在乎 他如何选择 他的一生 中间美国有一对宣教士夫妇 他们在非洲宣教 四十多年之后 他们回到了美国 而和他们同船回来的呢 还有当时的美国总统 老罗斯福总统 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呢 他是去非洲打猎回来的 而当那个轮船 慢慢地驶进纽约港的时候 在岸边有很多的欢迎的声音 有乐队在一边 昼乐 非常的热闹 欢呼声和掌声不全于耳 上千上万的人早已等在那里了 这个宣教士夫妇 还一开始以为说 原来是 我们的宣教机构好体贴 知道我们宣教这么辛苦 还预备了这么大的排场 真是不好意思啦 等一下下去一定要跟他们说谢谢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些人不是来欢迎他们的 是来欢迎老罗斯福总统的 所以这对宣教士夫妇 他们就提着简单的行李 默默地下了船 回到旅馆之后 这个丈夫 眼不住心中的沮丧 对他的妻子说 亲爱的 我不明白 我们在非洲四十多年的时间 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主 现在我们回家 却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们 而他的妻子听到之后 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安慰 他的丈夫 就劝他去休息 过了一会儿 这个妻子从外面 她又走回来的时候 她发现她的丈夫 脸带着笑容 神情非常的安详 就很好奇地 问他先生什么事情了 而这个丈夫就对妻子说 哦 是这样的 刚才我听见主叫我的名字 她说你忘了一件事情 你还没有到家呢 你还没有到家呢 这地上不是他的家 有一天他回到天家 会有天使 会有许多众被救赎的子民 会有耶稣基督 亲自来欢迎他们回家 保罗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象 他活出了一个荣耀的护照 地上的一切 这都是暂时的 都会过去 但是你明了了 神在你身上 有美好的旨意 并且勇敢地活出来 这就有了永恒的意义 今天你要问的问题 与其是神的旨意是什么 其实更应该问的是 主啊 我要怎么样活出 有你在我身上的旨意 如此一来 我们的一生 才有目的 才有永恒的价值 阿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现在主耶稣说 我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有许多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 经过高山 有的时候经过低谷 有的时候有欢笑 有的时候又有泪水 然而神 你对我们的旨意 总是那美好的 祝你总是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个平安的意念 纵使在一些的光景当中 我凭着我的眼睛 我的理解 我没有办法去体会 但是主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在我的一生 有一个美好的呼召 有一个美好的命定 就如保罗 他走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他可以大声的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主我们也愿意 回应你的护照 让我们一生的年日 或长或短 都为你而活 我们如是祷告之风 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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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同起地 来唱这首诗歌 荣耀的呼召 将自己献上活祭 作主神节归中的祈离 祢奉福恩会比宗主教管我 使我瓦齐力充满莫达能力 高与祭中的祈离 高与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耶稣基督圣明祝福恩会比宗主 一生意 我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权赞美你祈离 祢奉福恩会比宗主教管我 使我瓦齐力充满莫达能力 高与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赞美你祈离 高与双手赞美你我主 高与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赞美你祈离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再来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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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高与双手赞美你我主 哈利路亚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这标杆赞美你祈离 你的一生为主而活吗 你愿意来响应这个 从天上来荣耀的呼召吗 你愿意在众人的面前 在天使天经 在神的面前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向 你愿意吗 你今天就可以开口向祂来祷告 求神保住你 一生活出那美好的一个命定 一生活出那荣耀的呼召 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爱乐总来到你的面前 做我们这次相信 祝你在我们身上 有那个美好的旨意 祝你在我们身上 有那个美好的命定 主啊 虽然我不明白 虽然有时候我走过高山 走过低谷 我流泪 我痛苦 我不久 我不明白 但是神我仍然相信 我仍然相信 祝你对我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旨意 来呼求祂 哈利路亚 来呼求我们的主 因为祂在我们身上 有美好的旨意 主说我要依与你 我要回应你的呼求 你要来寻求我的面 各位朋友姐妹 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要来呼求 你要来祷告 你要来祷告 你要来寻求神的面 因为神愿意向你敞开天上的窗户 祂愿意向你显明祂的旨意和心意 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你要来到祂的面前 再一次地说 祝我愿意 愿意为你帮出最美好的生命 哈利路亚 说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高举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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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我主 神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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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改变 环境怎么样的改变 让我奉劝你 走耶稣的道路 是最美好的道路 走耶稣的道路 是最蒙福的道路 所以如果是在座 有还没有相信 迎接耶稣基督 到你心中的人 或许你正在坐在 你的家里面的客厅 你很偶尔的 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你愿意把你的心 献给耶稣 当我祷告一去的时候 我也欢迎你们 欢迎你可以跟着我 祷告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来到你的面前 在我一生当中 有许多的困难 也有许多的悔恨 我一直找不到 人生的目的 几乎要放弃 但是今天 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来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 让我在今生得蒙祝福 在永世得蒙永恒的平安 我愿意把生命交给你 我如此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 你是否愿意今天再一次 把你的生命 陷在主的面前 为祂而活 回应那个荣耀的呼召 就如保罗所说的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 或是弟兄姐妹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 我要为你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看见我每一个人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未来 你都了解 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我很难相信 神你对我有美好的旨意 但主 我今天仍然要凭着信心 相信宣告 神在我的一生当中 有最美好的计划 而我也愿意 以我的一生 来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 再一次 把我的全心 把我的全人 都陷在祢的手中 求主你来带领 不是祷告 是奉耶稣名求 阿们 高举双手 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忍 全心全忍 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表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赞美祢我主 赞美祢我主 是的 我们全心全忍 全心全忍 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表 腾双手 勇敢地向着表 噬官地向着表 做天耶wend 野寫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大声来宣告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祝好耶稣 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我们高举双手 哈利雷亚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我主 拥出荣耀的土壮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日 好 让我们叫大的掌声 归强的声 哈利雷亚 哈利雷亚 让我们一起说哈利雷亚 哈利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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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一生来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与命定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 虽然有时候我们软弱 虽然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疑惑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愁苦与重担 但是主我们仍然相信 你对我们的旨意是最美善的 我愿意回应你 将我们的一生为你而活 现在愿父神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与团契 长于你们同在 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哈利雷亚 在离开前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愿我们为主而活